那我今天帶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來喔 這是什麼 萊克多巴胺的一個四季 快篩的四季 這可以自己 萊克多巴胺可以自己驗出來 可以驗出來 那這個東西我想對很多 今天很多心裡面有疑慮的 剛剛徐佑在講說 剛才老闆 老闆可能跟我們社長十年五年了 甚至二十年了 對啊 過去都因為他不會騙 但是問題是標榛那麼多 帶那麼多 我都不知道 今天就是假 甚至標榛可以自己登錄 可以自己去印 這個時候對標榛的 這樣的所謂的公信力 就已經蕩然無存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只有靠自己 我想包括你如果今天賣豬肉 你可以拿著啊 我試給你看啊 我認為我的豬肉是 憲哥 這個是 可以打開來看看的嗎 可以啊 這人家送給我的 可以打開 這沒問題 因為我到現在我還沒有看過 我現在也來猜 來來來 這是一個 對 許霧可以看一下 這個給觀眾看一下 來 這裡 給我們攝影師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這個 看起來怎麼有點眼熟呢 這個 你要帶回去驗 我剛才上網查了一下 而且它是快篩喔 對 我這邊剛才上網查了一下說 這怎麼做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家裡喔 你可能要有點科學實驗喔 你現在要說 你要切一個大概足夠分量的 豬肉塊 一小塊 然後呢 常溫喔對不對 常溫的豬肉 然後用低功率的微波爐 加熱到淡紅色的血水流出來 然後再拿出試劑 所以是熟的時候才可以測試是不是 半熟 它就把血水逼出來這樣 然後再用試劑這樣 滴管滴下去 然後取完這個血水之後放進去 好 最關鍵來了 靜靜帶五到十分鐘就可以判讀結果 一樣喔 這種看到這個大家 觀眾如果家裡有小孩 或是說已經結婚了 你就知道 一條線兩條線啦 這個也是這樣分 所以這也是這樣分嗎 對 一條線就是有萊克多巴胺 兩條線就是安全安全 雅婷你自己會這樣子做嗎 就比如說如果你有下廚的話 你會真的買回家的豬肉 或是說火鍋片 你會真的這樣子把它 像在做實驗線切小塊 然後再去微波爐 滴功率加熱 變成一些水 然後再滴出來 然後兩條線才安全 身為一個理科小姐 對 你是理科的啦 身為一個理科小姐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要 這麼試試看 對 也許我會試試看 但是純粹只是因為 覺得蠻有趣 然後一個實驗性質 第一次你會試試看 然後你每餐都要吃 之後我覺得就不會 可是就像憲哥講的 可能像是一般的婆婆媽媽 都有自己固定的 常買的攤商 所以可能你還是會 會選擇相信嗎 對 那其實政府在過去幾年 一直在推行一個 所謂的一個 冷鏈的一些豬肉 也就希望在 這個屠宰的過程裡面 不要維持過去的傳統 所以我們現在 慢慢這幾年 大家可以從大賣場裡面 買到一些 所謂的幫我們弄得好好的 已經分了很好的一些 冷藏的一個豬肉 但是現在又打回原型 又回到過去20年30年 歐巴桑我們的媽媽 我們的阿嬤 早上4點5點6點 趕快跑到攤上去 趕快去買對不對 越早買越新鮮 你到八九店就沒新鮮 最好是看到他剛送來 是整隻的 所以如果在豬肉攤的 都沒問題 那底一開了以後 還有一些再製品 我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再製品 貢丸你怎麼看 你裡面給你 滿百分之一 滿百分之二 你也看不出來 你也吃不出來 對 香腸你吃不出來 我裡面給你 用比較香的就好了 對 我們剛剛講拉麵 拉麵裡面那個肉 那裡面給你烤一下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比較擔心的是這一段 最擔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記錄的內容 慶祝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臉書粉絲